大家好我是望遠中歡迎說聽我說哪裡了 我們太高興了我們今天請到豆豆豆豆的這次參加桃子的這個秀啊 然後讓更多人經驗已經其實以前參加過他的演唱會開場唱三首歌 這次呢又做他特別嘉賓都得長高了然後大家都說一定要請豆豆來 跟偉忠哥問好哦大家好偉忠哥好我是豆豆 Shiela 可能廣播聽眾啊不知道現在呢我訪問這個桃子的女兒豆豆 然後呢桃子做我們的正後方然後我就要戴口罩不要講話 因為是我豆豆跟各位觀眾跟聽眾的時間 對你媽在你做這個你知道這種嗎 Helicopter parents Helicopter直升機父母 就這樣降下來看看你好不好再走走掉 他是不是這樣子嗎媽媽 不要看他我們聊天背後靈 不可以看沒有啦他算比較像是一個朋友的媽媽 真的嗎什麼時候變成你的朋友 他會他會陪我去追星啊 對啊你們剛從大阪回來 對像這次去大阪我們去了五天四夜 對啊看了兩場演唱會 然後他就陪著我們那個通勤要走來走去天氣也是很熱各種困難 他就是陪著我們一起去看OK 就看那個twice對不對看周子瑜對不對 你媽對你很好的超級 你媽是不是帶你去看Curry因為你喜歡籃球 啊小時候勇士隊去看Curry長大之後呢周子瑜你喜歡 他帶你認識童子瑜還到下到南部他們家去 對對不對對然後周子瑜在韓國的時候還帶你去玩 嗯你命很好了 命超好上輩子拯救全宇宙的感覺 哇你現在好厲害 很厲害我第一次見你當然不記得了 你在我們在飛機上你們去出國去玩 對對對剛好我也在飛機上所以說你很小 對對可是你像你媽給你爸去取你這個名字李陶陶 你會覺得很煩嗎 嗯因為那時候你剛生下也沒辦法幫你決定名字啊 你不能決定名字啊都爸媽決定 小時候會覺得有點煩就是有點太可愛了不喜歡但是現在18年了有點習慣了 習慣對也沒有什麼代表不喜歡人家大家都叫你逗逗嘛對 可是李陶陶就很明顯就是李李仁跟陶輕盈的孩子 對那以後有人這樣問嗎那這樣說你的小時候怎麼辦 你說他問我是不是李人 別有同學問你或者說李陶陶李陶陶就用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幫你取名字幫他取名字 你緊張什麼啊本來叫李艾桃 蛤會不會怪怪的 還好啦就是弟弟的名字反而比較好玩 我知道小龍啊雷小龍他的本名叫李悟 孫悟空的悟但是讀起來就像present嘛 像一個gift一樣 對所以我的部分我覺得還好他的他的比較好玩 喔禮悟所以他有沒有很怒 他別人叫他gift的時候他會生氣他說我是present不是gift gift跟present有什麼不同 有一點點精緻度吧 有一點different 對他覺得他覺得現在 現在你小時候去去讀高中是自己想去的還是爸媽想 自己想去的那時候因為打籃球覺得覺得到美國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機會 那是真的想去打WLE 對小時候蠻瘋狂的 對啊你不是小學時候就得我獎嗎 嗯小學五六年級在校隊打然後七八年 你媽跟爸爸那時候都很高興 說你打球很酷等等等等 對他們特別驕傲 特別什麼 驕傲 驕傲 可是你打球的時候他們是不是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跟裁判跟誰吵起來你在現場 我覺得這都會發生的事情 只是因為他們是名人所以就被放大而已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為什麼當名人不能跟裁判或者吵架 我覺得很好 有人說你看 打球板就跟裁判吵架 對球場常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難免的難免 很好吧 對啊那時候你會不會很想找地洞鑽進去 不會啊他們吵就是一定是那個狀況很激烈 我也我也我沒有辦法去吵的情況下 他們才會出面 哦那教練呢 教練教練吵了就會被制止 會被裁判推到旁邊去 哦OK 那你小時候你快長大 你長大的時候大家有點意識的 你弟弟就李悟啊 那個爬地跑的時候有一種比賽 就是看哪個孩子跑到標前面 你爸和你媽在現場你們看到 兩塊瘋了加油加油你們看過 不記得 我就做的他那次你們比賽的隔壁 朝著我去看了 哈哈哈哈 這個我不記得 但是反正在球場上也是差不多的應該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這是很 就是父母的表現 沒什麼好批評 就是這樣父母就是如此啊 如果父母那個孩子 雖然我是明星 就說你爸媽 如果孩子這樣的話 我們一點動作都沒有 一點情緒都沒有 那看什麼籃球啊 籃球看球就要這樣子啊 對 你籃球打幾號 籃球那時候打的是分位 但有時候偶爾會跟我們的控球 你是得分後位 對 所以你打也打 我怎麼看好像有點打空空球後位 就會輪流 輪流 你喜歡哪個位置 我喜歡打射手 射手 就是分位 就是分位 就是跑空檔 然後拿球就直接投的那種 你射的比較準還是空切比較好 投籃比較有信心 有三分啊 對 我越遠 越準 近一點反而沒那麼準 那你可以 你可以在這邊 你可以投別人的懶嗎 你跟我演啊 哈哈哈哈 好酷喔 那你就喜歡 你就喜歡勇士隊 軍座勇士隊 喜歡勇士隊 其實是支持騎士 就他們201314一直到 就是好後面都是騎士跟勇士站嘛 那最剛開始我其實支持的Bron James Bron James Bron James 對每次就在家裡 就是Finals在家裡 永遠都是我一個人對抗他們三個人 爸爸媽媽跟弟弟 他們看他們喜歡Warrior 對 每一次就是過了好幾年都是那樣 不是人家說華人都喜歡Lacker 對 他們都是都是喜歡Lacker 但是不管了 後來有很多人喜歡Warrior 你就其實你要跟他們三個人對抗 對 但是後來對抗不了 就轉就是投靠他們了 OK 但是就是後來想去看Curray 對不對 然後是在那個時候 你去讀高中去看Curray還是什麼 那時候 去美國讀高中去看 不能說話 不能說話 七八年級 國中的時候大概 國中的時候 還沒有去美國讀 不對 那時候三四 三四年級就去了 三四年級看Curray 是你看你媽還是 算是就是 你媽是明星他們還會有安排不錯嗎 還是有點小小的那個關係嗎 是不是 就剛好有遇到那個中國 勇士中國的公關 然後就有機會可以帶我們去後面後台 對 那Curray有沒有跟你講怎麼偷球 沒有 那時候他們因為他們要趕飛機 所以就拍張照簽個名 大家都就是急著走 可這種快樂是很很厲害的 超級 我到現在都沒有 你不錯了 我跟你媽認識幾十年 你媽連甜不辣都沒請我吃過 帶你看Curray 帶你還跟周子瑜這樣子 生氣了進廣告 我喜歡103 我喜歡Radio 大家好我是王遠中 歡迎說聽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太高興了 我們今天請到豆豆 豆豆呢這次參加桃子的這個秀啊 然後讓更多人驚豔 已經其實以前參加過他的演唱會 開場唱了三首歌 這次呢又做他特別嘉賓 豆豆也長高了 然後大家都說一定要請豆豆來 我說我怎麼請的到呢 豆豆又不認識我 然後呢就想到各種方法 結果他今天就來了 但是有個背後靈 就在我們現在 如果逛播是看不到 然後你看YouTube 看影視看到 後面是他媽媽 他媽媽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對這個母親在後面 不是我看 你打籃球的時候 你小時候打籃球的時候 你媽當然就拉拉隊了 你爸爸會打籃球 爸爸一點點 一點點 你爸爸不是那種 你打籃球他會教的那種 會從小其實他教的 他教你籃球 客觀來講 我覺得他沒有到很厲害 Literary 但是基本他都會 所以就是他從小 就是從幼稚園 他就帶我到公園的籃球場去玩 爸爸都是這樣子 那個林書豪的爸爸也是教他籃球 你知道嗎 有我有看那一集 很好笑 然後呢 所以爸爸都是那個 都是就跟太太做菜一樣 都是 他講一口好菜 爸爸都講一口好籃球 真的真的真的 是的 李李人有些面向我們看不到 對 就你們家人看得到 他講的是很好 講得非常好 那李人在我們的圈子裡面 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好男人 那現在是Tough Guy 現在是硬漢 對 你又去陪他去那個 台北電影街頒獎對不對 對 你又去了 他得獎那一刹那 你覺得感覺你會很驕傲 得獎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都沒有想到 他真的會 真的嗎 對啊 他那時候還在就是他在新加坡 猶豫要不要回來 然後媽媽就說不可以 你必須要回來 就是 你爸爸這麼聽你媽話 我以為是傳說呢 沒有沒有 我以為是個傳說 就是就是說 有入圍不管有沒有得獎都都來 就是 不過他們那個戲裡面好多人都很強啊 對 整部戲很完美的一部戲 對對對 你爸爸就就回來 得獎那一刹那 你說你坐哪裡 我坐在這前面是演員區嗎 我坐在後面 就那個家屬去 自由做那種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一宣布的時候 你爸回頭是不是先看你還是 還是他已經忘我 我不知道但我馬上站起來跟他敬禮 敬禮 敬禮 對 他站起來這樣 他起來跟你講說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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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他後來有看到我 真的 對對對 我看就是你們兩個四目交病 有有他最後在謝家人跟女兒跟兒子的時候 我就就是站一直在跟他揮手勢力 他就有看到 對四目交病 還好你某些方面 隨著你爸爸 要不然四目交病的話 所以你媽的話 病不起來 你媽眼睛太小 怎麼突然 天外還一掌 OKOK 但是你爸爸 你爸在你心目中是怎麼樣 因為很多傳說 這裡有很多傳說 所以你爸爸跟你媽相處 你爸是處於比較烈士 我可以先聽聽傳說是什麼嗎 傳說就是這樣 就是我剛剛講這個 就你爸爸就不要處於烈士 他 我覺得互相 互相烈士 就是有一種互補的感覺 對 就是比如說媽媽就是 從小就是負責學業的方面 然後就會比較顧我們 對 你媽正大 對啊 功課之類的 然後爸爸就是負責 我們可能課後活動體育 因為我們學校 那時候又游泳 又要打球 各種球都要打 然後他放學的時候 就會帶我們去 所以他算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爸爸 我覺得 對 他真的是一個 他這次演這個戲裡面 又演一個那個 Tough Guy 代表很有男人味道 很Man啊等等等等這樣子 對 你覺得你爸爸怎麼樣 他演戲那個感覺 跟他自己本人的感覺 家裡什麼有什麼不同 差蠻多的 真的家裡就是 非常有反差 演戲很有個性 very character 他在他在他私底下特別感性 就是像送我去美國讀高中 就是去哭 對 每次離開的時候他都要哭 我看過他哭啊 他這次得獎也哭 好多淚水 他得獎也哭啊 對 然後哭的那個 哎呀 那梨花帶淚啊 哭的一個 那個什麼 不過男人的眼淚有時候很棒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就是他他敢表達他的感情 他跟你談的最 他跟你談各種問題對不對 比如說 打籃球這個事情 你去美國打籃球 本來真的想去 有沒有機會 會進WNB 當然沒有 差遠了 可是你是有這個希望嗎 對不對 對 可是當這個希望發覺到了美國這個現實社會裡面的時候 發覺不行的時候 這時候爸爸媽媽有沒有開始勸給你給你安慰啊等等 當然就是安慰 他其實一路上都有在就是暗示我說 誰 兩位兩位都有 但是你完全發覺到了 我自己也知道 但我又覺得如果我不去世的話 我永遠就不會知道 當然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嗎 對啊 那事到了知道自己自己該換條路的時候 那他就是他們就會來安慰我 OK 那是你看你 基本上去離開父母去美國讀高中 是希望有一個夢 有機會打 打到美國女子籃球 或者打NCWA裡面 去打這個女子籃球的這個校隊等等等等 那都是打籃球人的夢想 因為畢竟是個籃球天王國是在美國嗎 對 當突然真的發覺這樣不行的時候 那心裡是真的很難過嗎 那種難過 當時花了好久的時間在適應在調適 因為從小 其實從小到大 對我來說籃球就是一個我人生的核心 就是一個信念的感覺 對然後 那時候我記得我轉到新學校去 我試了三個tryout 其實沒有很多 但是就很明顯感到那個就是氣氛不是很好 對我因為我是唯一一個新生 也是唯一一個亞洲人 唯一的亞洲人 對 你都哪裡 在torrence 在就是LA旁邊邊邊下面的一個地方 他們 是私立學校嗎 對 並沒有特別的說 對我比較友善或者叫接納我的意思 那你知道就是團隊合作 如果他們不接納你 那這個很難 就很不舒服的感覺 老美就是你要主動 對 但是 這件事情也涉及到就是身體條件也沒那麼好 那我就知道就算我再怎麼努力 這條路走下去 走不下去 就是這條死相 對 那是個兩重的一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你tryout的時候 當然你有技術表現 可是你如果心心不build up起來的話 在球技場也會不像在台灣那麼順 第二個族群不一樣 大家跟你有關係 所以有兩種煎熬 爸媽也不在旁邊 對 當時就是技術其實是勉強跟得上 就不會是最差的 但是就是我覺得沒有必要要去逼自己到那個極限 對 然後反正就是那時候也想了很久 雖然只有三個tryout 但是回家每天都每個晚上都在想 最後一刻我覺得好像該停一下 可能就當興趣就好 對 你最難過的時候會哭嗎 看起來那麼酷 會喔 常常哭 真的 遺傳到爸爸了 你媽也哭喔 你媽在我面前也哭過很多次喔 對 不過你知道你爸媽也會常為你這樣 那種千里那個擔心的狀態嗎 對啊 但對你來講應該是很很很很棒的一個經歷嗎 對不對 這是我覺得這是必經的路嗎 你高高中如果不經歷的話呢 你可能大學或晚一點出社會的時候 還是得 學習這些事情 你也太懂事了 比你媽懂事 學了 好 我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望遠之中 歡迎收聽給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非常高興請到豆豆 豆豆呢 是李李仁跟桃子的這個女兒 然後呢 我們今天聊了你很多 其實你爸媽當然是知名藝人了 但是我們也聊了你很多成長的過程 其實天下的父母跟天下孩子都是一樣的 藉由你跟你父母 因為大家都認識你父母 當然你也慢慢被大家認識 你在很多場合也被大家看到 我說藉由這個機會讓大家那個收音機 或者是說 在YouTube上前的大家看的觀眾聽眾來講 可以知道說 其實兩代之間相處有很多事情 其實就這麼 就很有時候很短的距離 有時候是透過別的方式 讓互相知道 這這樣子 對 所以你那些難過那些東西 在我說你去高中的時候本來要希望能夠打籃球 後來自己知道不行了 有可能要轉別的想法的時候 那種煎熬 還有在國外那種煎熬 你爸媽是很清楚的嗎 你會跟他們這樣子晚上通電話 或怎麼樣等等 我其實不太喜歡打電話 這不是說不就是反對 或者是不想跟他們說話 所以我這個人也不是說天真內向 就是覺得打電話很麻煩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雖然還是會跟他們說 但是可能溝通上當時有一點沒有直接的讓他們知道 所以當時比較是自己自己在處理這些情緒 那可是爸媽的敏感你知道是很厲害 他們後來就是慢慢有有意識到 對對對 你就是你就是有一點點難過 你電話剛剛掛下一轉頭兩個從台灣已經到門口了 哈哈哈 好幾個維度啪就到了 對就是很這樣子的 尤其你是大女兒 尤其是把你第一個送出去等等等等 對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跟弟弟姐弟之前話多不多 跟小龍 以前蠻多的 但是出國這近三年稍微比較 沒有以前那麼 他現在幾歲 現在15 哇靠 Teenager他現在也開始在一個階段 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對 啊 開始那個小叛逆的少年出來 很叛逆 真的 但是他跟我算是可以溝通的 喔那很好 中間有影像橋 所以在你們家 你的外號叫Bridge 叫橋 可是你不在的時候 他弟弟會不會有些事情 因為當你離開時候 你們本來兩隊雙打嘛 對不對就是你跟弟弟一組 你爸和你媽一組 應該打網球一樣 當你去美國之後 你弟弟一個人被他兩個人叮 有時候他也會打電話給你束褲 會不會 喔不見得 我們這組合會拆的 比如說是他跟弟弟跟爸爸 然後我跟媽媽 就是反正各種組合 亂拆就是 但是 你離開之後 那個Chemisco就改變了 對 你弟弟會有點慘的 那個時候 嗯 就是 就畢竟就是所有關注 都在他身上 所以就會被管得比較嚴一點 你爸媽對他混合雙打嗎 對 他 我在國外的時候 他有幾次就打電話 我們就聊天了 對 有些話他 不知道怎麼跟媽媽講 他就跟我說 然後有時候就是我在去幫他轉達 他有沒有那種 有沒有那種 爸媽 是知名藝人的壓力 對他來講 對弟弟來講 他看起來沒有 他好得很 你有嗎 我 我覺得我的壓力比較是自己給的 就是有一種 畢竟現在也是在做音樂嘛 那就是有一種感覺就是想要超越媽媽 但是這種感覺 你超越了 你媽不在 我跟你講你超越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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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很很難 逃離他的這個光環還有他的影響 對 你媽看起來很突然 媽是天蠍座屬雞的 看我對你媽多了解 天蠍座屬雞的 你媽看起來很突然 你媽很軟弱 很很很很很很怕受傷害 不要這樣講自己 對 天蠍座屬雞A型 不是 我歐的 我是歐的 你是歐的 我們房間插什麼嘴 乃國來的 對 所以是這樣子 對 可是基本上 你那個就是 你這個 這個 這個父母跟孩子之間 其實 那條線是很微妙很微妙的 嗯 你知道嗎 對 所以那天你上台跟他一起唱歌 等等等等 我聽出他的聲音 我看就看畫面 他一邊唱他那個T跟音啊 他就耳朵要聽到你 那些耳朵變好長啊 聽在旁邊 對對對 音樂對你來講是什麼意義 哇哦 就像剛剛講的 籃球曾經是我的信念跟核心 現在變成音樂 嗯 對 這是一大部分 你小時候就開始喜歡吧 沒有 小時候幼稚園 小學的時候媽媽有讓 因為鄰居都在上鋼琴課 然後他就逼我跟弟弟也要上 然後我特別討厭就是 就是叫我 就是固定的時間坐在這裡做一件事情 就我不喜歡這種規定的感覺 那你有反應給你媽 跟你爸 我就我就在家裡跑來跑去 然後然後 他就在鋼琴上尿尿 實類的 是有尿嗎 有 哦好 anyway反正呢 他在鋼琴上尿尿 你是在家裡 沒事喝了酒 說在地上爬 哈哈 你們母女的感情 爬的不是他爬的不是他 是你爸爸 這是叔叔阿姨們 哦是嗎 對 反正就是當當時對這個完全半點興趣都沒有 然後特別反感 因為是媽媽逼我學的 然後中間就 媽媽是 是比你學 是覺得你們多點才藝是吧 對對對 大部分的家長都會這樣覺得嘛 就是小孩學越多越好 各種方面都要 對對對 你只學音樂嗎 當時沒有當時 玩體育比較多 不是 你媽只說 讓你學幾個才藝 幾個才藝 他其實沒有逼我 就是因為我什麼都沒學 所以他才讓我去上個鋼琴 哦 那你媽媽媽對你算那什麼的 就是我女兒 我那小女兒還學過圍棋 哈哈 圍棋我也有學過 但是 古針 天啊 哇哦 多才多藝 對對對 我們都是第一次有孩子 絕對有沒有 父母都是第一次有孩子 就覺得 就很多很多的心情很有趣 所以那個時候 對音樂並沒有很多的興趣 沒有 一點感覺都沒有 弟弟呢 弟弟到 弟弟也沒有 那為什麼會在鋼琴上撒尿 哈哈 這個我真的不記得了 我不記得我這件事情 你拿開玩笑的了 對對那是我了 哈哈哈哈 你們家那時候還沒放個新房子 舊房子的時候 我那天 哈哈 開玩笑 OK 所以沒有沒有那時候小時候沒有那個興趣 沒有 那媽媽怎麼會對音樂產生的含義的 呃 那時候七八年級的時候 就他們其實一直以來都特別想讓我接觸音樂 那他們就會 爸爸就是很久以前就開始學吉他 然後媽媽為了讓我有點興趣 他自己也學 他想說可能就是在我周遭周圍 就多多彈一點 多有這種環境可以接觸到的話 我可能就會自己喜歡了 嗯 就是一直這這事情一直持續到 從從我拒絕鋼琴之後持續到七八年級 這中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 我才慢慢有點興趣 因為那時候也是因為twice嘛 嗯 就追了twice我就想說 那我也要彈他們的歌 可以自己彈自己唱 嗯 然後就是因為各種原因 所以慢慢開始彈了 嗯 其實吉他先開始 嗯 可是我聽你唱歌的感覺跟twice相差很多 就是你你比較 有點fork啊 嗯嗯 有點對不對 就是我接收的是twice 但是我輸出的話就是我自己了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好棒 你還好想十八號十八歲的時候 好想法啊 啊 就是出去國外被打擊了一下之後 混亂的重組一下就變成現在 比較知道自己要幹嘛 哇現在真的是現在不僅會遠射還會空切了 太棒了 好我們馬上回來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 我是望遠中 歡迎收聽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非常高興跟豆豆在聊天 豆豆呢是立仁跟這個陶晴瑩的女兒 然後18歲之後呢高中讀完了 從國外讀完了 回到台灣 各位在這個的陶子演唱會啊 還有這個陶子的這個叫 封什麼 封桃秀 封桃秀 封桃秀裡面都可以看到的豆豆 那豆豆呢 我們很多人都很喜歡他 所以找他來聊天 也聊聊 然後父母精兒女精 大家一起來在這個下班時間 共享一下這種經驗蠻有趣的 你當然家會說了 很多人說哎呀豆豆聲音好好聽啊 我聽的也蠻好聽的 然後又很酷啊 然後剛好就符合這個時代 對你媽是那個時代 你媽的我就是他那個半個老爹 是另外一個時代 這是你們的時代 你們的時代 我們就希望你們有這樣一個樣 你知道意思嗎 嗯 很不好解釋啊 你看這些幾個阿姨都是 我get的到大概的感覺 但是確實具體不太好 就好像我們喜歡你們這一代 就是說你們開始自己 有自己的主張 因為每一代不一樣 那像我們這一代 戰後的baby boomer 那根本沒有什麼主張 但是有點主張就會說很奇怪 你媽那一代的時候呢 就比我們好一點 但是還是沒有像 你們這一代也幸福 但是呢 也有很多 就有各種主張 我們都可以接受 對 嗯 這蠻有意思的 看你也可以自己做詞 做曲啊 自己有一些看法 等等等等 所以你現在18歲了 你希望接下來 你要讀大學嗎 對不對 還沒有決定到哪裡嗎 呃決定了 這好像我們還 好像都還沒有公開說過吧 還沒有跟 對 呃要去 有個這樣 你後面有感覺是如此 不知道 呃大學要去南加大 還是 又有些啊 對 喔 你想 major什麼 我的 major 叫 popular culture 他比較新開的 呃他其實他前面一個 American 有點捨捨掉 他是誇胡的 嗯 但是就是會討論一些各種就是 呃娛樂方面的 比如說影視啦 然後 音樂啦 音樂啦 就對就是各種方面 藝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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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比較歷史方面 叫做比較什麼 歷史方面 popular culture 喔 popular culture 就是流行的文化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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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決定要讀這個 他是比較理論性還是什麼 是 ok 你已經申請到了嗎 真的啊 你光申請一個遊戲啊 呃沒有其他還有好多 但是 就是最想去的就是遊戲 為什麼就是這樣去遊戲 因為這個學校 他其實尤其是影視跟音樂方面 嗯 尤其要在地點又在洛杉磯嘛 嗯 那就是他的他的film 他的connections特別好 對 跟就是產業這個娛樂產業裡面的人 有很多 連結 Juice Lucas Juice Lucas的學院在遊戲 可能也會有很多實習的機會 可以去看看 對對對 那你爸媽有去遊戲了解一些環境嗎 啊 他們沒去過 沒有到現在沒去過 沒有 尤其的 附近的環境沒有UCLA附近環境好 稍微亂一點 他們 你爸你爸爸要哭了 會不會 不會 不會 其實我其實你之前也是住過蠻亂的地方 對對對 所以知道自己知道如何在 嗯 美國的文化裡面各區怎麼樣 工作啊 嗯 讀書啊 生活都知道 對 對 你去自己自己選擇UCLA的學校 去他校園看過嗎 去去過 就是校園裡面 不錯 蠻精緻的 但是你一出來就是 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包括很多地方這樣子 對 對 OK 然後你小S的女兒也要讀遊戲 嗯 你們兩個認識嗎 不認識 不認識啊 不認識 看他要不來聊天 那小S坐著 哈哈哈 欸 就是這種節目型態喔 這個蠻好的 哈哈哈 把媽媽綁在後面 OK 不過我說天下的父母 都是一樣的 天下孩子都是一樣的 就是 找你來啊 然後跟你聊聊天 讓你媽今天不要講話 就聽聽看 你怎麼面對 其實你媽一直在看你怎麼面對 大家 你的你很有教養 然後真的很好 謝謝 父母給你很多 你莫名其妙會給你一些 一些一些文化了 家裡的文化 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你們家是一個很酷的家庭 你講過這話 確實蠻酷的 酷在什麼地方 酷在 chill還是很chill 還是很酷 都有 所以怎麼樣 你認為你們家是一個怎麼樣家庭 我們家 就是像剛剛講的 真的很像朋友 很像四個朋友 就是 爸媽有沒有點刻意要希望這樣 沒有 他們就是很chill 很自然的就是 會跟我們去做一些我們喜歡的事情 像剛剛講到演唱會啊 那吉他音樂方面也就是會互相分享 我常常會丟一些歌 我喜歡的歌 給他們聽 然後他們聽一聽覺得不錯的話 就會放在歌單裡面 然後我們出去玩的時候就會互相分享 你在美國最大的 最過癮的就是很多musical festival 可以去參加嗎對不對 音樂季啊 有 但是我都沒去 因為那通勤 上大學就很多機會了 上大學機會比較多 OK 你讀這個的 你的為什麼要去讀這個popular culture 你自己的想法怎麼樣 你自己 我就借這個機會 看看一個你們年輕人怎麼想法 可能對很多 這個不管是影視或者是兄弟前面的父母 可能有一些想法 嗯 因為我當時其實是想要audition去音樂學院 但是我知道自己肯定競爭很大 因為USC的音樂學校太 音樂學院太強了 我知道自己可能不太有辦法 機率不高嘛 那我就 你真的很機牛座 就要得實際的判斷一下情況嘛 然後就 好可愛 就另外有找到這個major 就是有跟音樂有相關的 然後他又跟很多媒體 就是尤其是自媒體現在 因為這個時代其實 很多東西都是他自己去promote 都要自己做 像TikTok 然後Instagram上面的影片 都是他自己去拍 那我覺得我去讀這個的話 遇到的人可能會對我有幫助 好 那我覺得台灣小孩子 如果能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不管是讀書遊學或者是旅行都好 但是 其實美國跟台灣的關係也很緊密 就很多人也會往美國去走 或去遊學或留學 我覺得你在高中讀完書 你自然會對兩邊的文化 會有點體會 對不對 你會建議說 年輕人如果正到美國去讀書啊 或去住一段時間 你覺得那個文化差異怎麼去克服 對你來講 你有沒有很大的一個障礙 或者一個心裡要做什麼準備 我自己還好 因為我七八年級其實讀的是國際學校 然後學校老師都是老外講的 也全是全英文的 同學也蠻多老外 所以適應的蠻好的 我覺得台灣跟美國最大的差別 就是他們會主動的去參加學校很多的活動 然後就是 學生的個性 對對對很活躍 然後跟老師也都是主動去聯絡 可能那在台灣的話 可能就是老師跟你說一件事情 然後你才會反應 就是要主動就對了 你想要 不過你的你的百靈狗 你雙語再好 你到美國環境的時候 你克服很快嗎 你會很主動馬上跟他交朋友 當然籃球有好一點好處了 我以為只要語言好沒有口音的話 很快就可以飛電 但是沒有 就是看人種看皮膚也是 外貿也是個很大的障礙 可是你不是一個自己很主動可以 奧得勾引跟人家 跟人家先哈拉的人 我其實很內向 我花了很久時間 去慢慢參加很多活動 認識幾個朋友之後 幾個朋友再帶我去他們的團體裡面 才有稍微好一點 對 你在這樣子在高中讀了三年 對 所以基本上對美國文化 跟這些交友文化 有一點熟悉了嗎 算是有稍微適應 OK OK 好 我們拿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望遠中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自己介紹一下自己是誰 嗨我是豆豆 我是豆豆 OK 然後剛才我們在廣告時間 後面有一個傳話出來 我說你的溝通啊 你的一個教養啊 和你跟大人之間這樣講話 然後面對一些所謂的影視 這樣的設備啊 跟大家溝通 我覺得你談吐很好 也不內向 可是你媽說 後面就有個聲音說 你不知道 我覺得這很看人 要是對方很難談很難聊的話 那我就可以互相的 有一樣的level of 輸出嘛 但是要是對方很尷尬 半句都說不出來 那我就 好會講話 真的真的 沒有真的真的 真的是這樣 不過真的是喔 我覺得台灣小孩子以後 如果真的到外面去讀書 幹嘛真的你要 因為兩邊文化真的不一樣 跟美國來講 美國是很個人主義的 而且你不做他也不逼你 你會失掉很多機會 對 所以你要很主動 不管你英文講的好壞 等等等 如果你真的 敢講敢做 他們就接納妳 他覺得反正妳就很有 他就覺得妳很有head bro 他就覺得妳很有意思 是的 否則他就跟妳 妳就越來越遠 所以妳那個 一開始妳去那學校的時候 妳的意思說 A選就亞洲人只有妳一個 沒有沒有 那是球隊裡面 球隊裡面 亞洲人要進球隊 妳膽子真的很大 對 特別可怕 但是那個學校 其實國際生蠻多的 所以導致 那有本地生有一點歧視的情況 因為有點多 太多了 他們不太喜歡這種感覺 而且現在美國 美國有一點點排外 對 他美國本來就是孤立主義 那他就是 他現在有點排外 就是因為其他的國家 經濟各方面都起來了 所以他們看著就說 你們怎麼會比我們美國 這些在學校的學生更好 妳會有這樣子感覺 對 當時被就是被歧視的蠻嚴重的 會這種情緒的不利嗎 會有嗎 會 那妳這麼敏感 妳喜歡音樂 然後這樣子長大的一個小孩子 妳這麼敏感 這種感覺會很不舒服 第一年特別痛苦 那妳怎麼克服 差點就憂鬱了 後來 差點憂鬱 第一年 你爸媽應該很擔心這一點對不對 對 但是妳沒有跟他們講 有他們都知道 那他們回答 他怎麼跟 你就 你爸就哭 爸你說什麼 沒有沒有 那時候那段期間 哭的比較多的是我 對 我都感覺你很酷 我都不知道你會哭 沒有沒有 淚水也是特別毒 怎麼克服這種 有一點點這種 這種discrimination的感覺 就是後來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自己沒有做錯什麼東西 先有敵意先攻擊的人是他們 那我只要繼續做好我自己就好 那就稍微後來就是 有這個idea在腦子裡面之後 就比較有自信嘛 那就找回自己 然後就開始重新出發 那我後來有離開這個學校 我在美國三年轉人 換了兩個學校 喔 對對對 所以到第二個學校的時候 是本來學校覺得處的不好 他也是學業上面也有一些問題 OK 你媽就開始夢母三千 OK 然後後來轉到第二個學校之後 剛開始也是有一點點這種 不太有辦法適應的情況 但是 我就覺得 既然就是到新的環境 有新的機會 該勇敢一點踏出去 然後就慢慢的比較好 嗯 有沒有交到 美國的朋友 有有有有 也是搞音樂的 喔 一個嗎 一大群 一大群 那就是共同語言嗎 嗯 對你會跟他們分析一下亞洲音樂嗎 K-pop 你不是K-pop master嗎 哈哈哈 他們他們比較沒有完全 其實完全沒有接觸亞洲音樂 真的嗎 對 可是K-pop現在在美國 他們那幾個 玩band的特別就是punk rock那種感覺 喔 玩underground的 alternative的 就我跟他們也是學到蠻多的 喔 嗯 蠻有意思的 對對對 所以現在我們再回到這個音樂方面 你對音樂有一個憧憬嗎 對你自己來講 嗯 當然有 尤其是看完twice之後 那個被感染就覺得每一次看完都可以續命續好久 喔 就是每一次都 有天你在那個跟twice同樣的表演的時候 我會嚇死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說那種感染力你知道嗎 我也想要讓人看完我的表演之後可以 可以讓他們就是覺得喔 人生有希望了 有啊 我說你這次 我覺得這次你唱歌啊 我覺得 在很多你看我們很多人來就跟 談起來說你的聲音很有魅力 嗯 然後你又剛好屬於這個時代 就這個時代的女孩子啊 或者是這些年輕人那個感覺 很chill啊 然後很有自信啊 不管是裝出來會怎麼樣 然後曲風又有自己的感覺 歌詞也有自己的意思 嗯等等等等 很好啊 所以你在台上唱歌會開始感受到一些 一些那樣子的給你的鼓勵感覺嗎 有有有有 這次風桃秀特別有 嗯 因為就又更近距離了嘛 上次小巨蛋舞台搭的比較高 嗯 我離他們稍微遠一點 但是這次就 就有覺得說 如果我有這個能力的話 那我以後要繼續做得更好 嗯 那你以後要做歌手呢 假設有機會要做歌手呢 還是做歌星呢 當然是要superstar 喔superstar 如果有機會的話 喔 對 對對對 是這樣子 對 其實人一路都在摸索 都在摸索 可是現在你還在摸索嗎 也不一定未來會怎麼樣 對 他是金牛座他做錢 我想賺錢 喔 超級要錢的 我奇怪 你媽不知道我左耳已經聽不太見了 哈哈 我已經快70了 他是金牛座這樣賺錢 那你用耳講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太傻了 OK 所以18歲了 就是有沒有給自己取家 你爸媽有沒有送你一個禮物 18歲 他這次陪我去看twice 其實就是一個大禮物 對對對 你心裡沒有覺得18歲 有什麼不同感覺 沒有 心理上是沒有 沒有 因為我現在就是 小時候會覺得18歲 好像就是一個很獨立的年紀 就是要自己 自己要開始 有點脫離了 你爸媽的感覺 但是現在真正18歲才發現 這 獨立其實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對 爸媽花了很多錢 讓到美國讀書 會有負擔嗎 心裡會覺得要 有一天要報偿給那個爸媽嗎 有有有 不需要 沒關係他們跟我講沒關係 他們付得起 哈哈哈哈 說是這種說 韋中哥跟你講的關係 說是這種說 但是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對 對 對 很有意思 OK馬上就要去這樣子說起來的話 你準備90月就要去 他們是 Spring才叫我去 1月再去 對1月才去 明年了 OK 所以這半年 你在台灣還會自己加強一些自己的音樂 各方面 當然了 開始全 全身關注的寫歌 OK 有沒有回去看看你的以前的籃球夥伴 這個倒沒有 我們沒有什麼聯絡了 好有 隊友 隊友是一輩子的 1號 2號 3 5號 4號 是應該回去看看 對不對 對 感覺不一樣 對 好 我們很高興請到豆豆來跟我們聊天 謝謝 跟我們這樣聊天 我們了解好多現代年輕人 跟父母啊 大家互相處的一些心情跟狀態 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知名的藝人或怎麼樣 好謝謝豆豆 謝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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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什麼 神經熱 小歌 讓愛 太大 clos Fいく 啦 As I want you to be Cause you I'm more than what I've asked for I'm more than what I've dreamed of Oh, the smell on my face No, it won't fade away No, it won't go away If you have less commitment Would you stay for another one A little I know more than what I've wished for